在影片開始之前 歡迎掃畫面中間的QR Code 加入波拉西亞戰記資訊交流群 和我們一起分享你的攻略心得 哈囉大家好我是丁丁 今天我要來介紹一下 波拉西亞戰記這款遊戲上市之後 它的商城禮包最具CP值的買法 還有保底到底要花多少錢 那記得在影片開始之前 幫我點個訂閱點個讚吧 感謝你們 首先我覺得最需要買的就是第一個 通行證的戰利品 因為它這邊有一個28天的月卡進階支援卷軸 它可以讓你28天內都可以進行離線掛機 然後這個的花費是350台幣 你只要點選這邊的解除鎖定就可以購買了 好第二個要買的就是這個上市禮包 它的價值是1300元 內容物有藍鑽1300 保底自選的藍色追隨者 還有高級變身抽卡11次的兩包 高級坐騎抽卡11次的兩包 還有50張強化卷軸選擇箱 這個CP值非常高 因為藍色追隨者就是追隨者的最高等級 不好取得 然後這個高級抽11抽的話 運氣好你可以直接中藍中紅 就不用再去買藍色紅色保底了 但是我們撇除這個之外 如果今天我真的很想要紅色開局要怎麼辦呢 塔拉普禮包 它總共有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230可以買一次 第二個階段780可以買兩次 第三階段1300可以買三次 英雄基督書只要有16張 就可以兌換一個保底的英雄做棋或英雄造型 花費多少呢 烹行證350 再加上上市紀念包1300 再加上塔拉普禮包第一階230 第二階780x2 加上第三階1300兩包 答案是6040 目前玩的遊戲裡面很少有人保底 價格算這麼便宜的 我覺得CP值算很高 幹這個世界平怎麼了 幹又中紫又中紅 這一派紅怎麼回事